请各位大臣合掌 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 极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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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各位大臣阿弥陀佛 今天继续来研究妙法连华经 第23品药王菩萨本师品 上礼拜有先把药王菩萨 先这样简单介绍过去 那么就是根据688页 最后的这五行 他引用了两本经 一本是观药王药上厄菩萨经 他的全称其实要有一个厄菩萨经 另外一本是大佛顶经 来看这个上礼拜12月13号的讲义 也就是先把这一品的大义 先交代一下 根据法阿经大臣这边 讲义这边第八卷 他一开头说 这一品是为显经苦谓法 弘传师道 讲的就是那个一切喜见菩萨 也就是后来的药王菩萨 他用苦行为了弘法 所以修苦行 来弘传师道 弘扬法阿经 结起神力 敬起行命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般的凡夫菩萨 他实际上已经是有神通的 有正德三昧的菩萨 可是他还是为了弘扬这个法门 法阿经就宁可烧身 把他的生命给贡献出来 因因前前自由未宜 就是说他为了要弘法这件事 非常的英重 非常的诚恳 这种菩萨的大愿 自愿好像都做不完一样 所以就以这个药王菩萨的本事 来立这一品的名称 底下他引用嫩严精这一段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上礼拜讲过 他常常是做医生 然后以前都是用草药 所以他口中长此 说博世界草木金石 民宿凡有十万八千 他对于这些药草的特性能治什么病 如何混合 它是什么味道 通通很清楚 苦酸咸淡 甘心等味 是冷是热 有毒无毒 他都很清楚 心能骗之 了知未性 所以因此他修行 就从这边开悟的 这个味尘 色身相味处法 六尘当中的味尘 他的法性 味性 所以他说呢 他就了知这个味尘的法性呢 是非空非有 非吉身心 非离身心 然后呢 从这个味尘的因 去做分别 所以呢 从这边得开悟 其实味尘的因 就是什么呢 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所以这个上礼拜呢 有用这个 嫩言正脉书的注解 给大家看过 所以大概呢 就 就 有点了解了 所以不需要再重复了 所以他自己讲 从这边地方开悟的 所以如来呢 就 肯定他的名称 就叫做 要王菩萨 那他的 接下来 观金云 就不是观无量受佛经 就是我们课本写的 观要王要上 二菩萨经 这个就把他过去 是叫做 这个星光 其实不是只有星光 星宿光 星宿光 他给人家省略 你看 你看上 这个 上礼拜的讲义的 这个 第二页 你就知道了 翻过来第二页的 最后几行 那边 写得很清楚 就叫做星宿光 那他给人家省略 叫做星光 害我刚开始用这个星光去查 查不到 后来呢 从别的角度去查 才查到了 好 再回来看第一页这边 法阿金大臣呢 他说呢 他叫做星宿光 跟着尊者日葬比丘 听闻这个佛会 就是大圣法 讲如何求佛的智慧的这种大圣法 然后呢 以雪山上药 最好的药来供养众生 供养完之后呢 就发愿 希望我将来都能够治众生身心两病 所以举世欢喜 名曰药王 没有看经文还以为说 举世欢喜是世间的人替他高兴 有这么一个大菩萨出现了 哪里知道说呢 这个药王菩萨的名称 药王的名称 原来是呢 这世间人 看他发这个愿 是世间人先给他的名字 称呼他是药王菩萨 那愿原经那边呢 是如来应我 就是等于肯定你够资格当药王菩萨 并不是说一开始 药王菩萨这个名称 是如来给他的 是大众给他喝的 从此以后他就叫做药王菩萨 那可见呢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在法学经这边呢 那个是药王菩萨 更前面的事情 他还没被称为药王菩萨以前 所以呢 以此菩萨 这个法学经大人接着讲了 因为这位菩萨呢 骗自药性 所以能够观机斗教 应病发药给药 不管你是生的病 或是心的病 碰到这位菩萨呢 他都能够呢 应病药除了 药到病除了 所以呢 叫做应病发药 药到病除 碰到他 静静无语 这些身心两方面的病呢 都干净了 不会剩下来了 就没有病了 的意思了 然后于诸法中 汇取自信 得大自在 不是从 从这个药味而已 而是呢 在诸法中 他也都了解 一切法的本性 是什么 如来藏妙正如性 所以从这里面 得大自在 所以称之为王的意思 就在这里 称之为王 王有自在的意思 他不但在药里面 得自在 是在一切法中 也得自在 所以叫做 药王菩萨 那称他为菩萨 当然就是悲智双运 所以我们 这边就可以知道 行菩萨 原则上呢 就是这两方面 要有智慧 又要有慈悲 不是只有大悲心而已 还需要有智慧 而且呢 智慧跟慈悲 要互相辅助 然后呢 恶力其休 就是要自立 也要立他 不是只有立他而已 你自己功夫也要够 自立自觉这边也要够 所以这两句话 这八个字 就是修菩萨道的基本原则 悲智双运 恶力其休 这个品名叫做 药王菩萨本事品 所以他说这个本事呢 不是做事很有技巧 很有本事 那个本事 是过去 过去的事情 本来过去的事情 所以就如同这边写的 他那时候叫做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舍身烧臂 身只有一个 臂有两支 所以写着 顿舍一身 互烧两臂 那轻生重罚 就是说生命看得比较轻 把罚看得比较重 为了罚可以丢掉生命 但是命运道存 虽然没有生命 但是那个罚 那个道就还留下来了 所以过去他在做 做这种烧身烧臂的事情 把它显示出来 举习显本 所以这一品 为什么叫做本事品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个是法阿金大臣 基本上我们从这边 大概知道了 跟课本这边讲的 除了是观恶菩萨经 嫩严经 还有这本经 贯穿的人物 就是这一位 药王菩萨 然后在这品里面 主要他就是烧身烧臂 来为了弘扬法阿金 弘扬这个法门 那这里面呢 我们后头就一定要仔细的去了解 他的烧身烧臂 那种表法的意义是什么 就在理上面 这个烧身烧臂的理的代表意思是什么 而不是纯粹只有四项 否则的话呢 就会让众生误会 以为要弘法就一定要烧身烧臂 那我们功夫不够 做这个事情 只是生烦恼 并没有功德 所以后来你看 为什么我们受戒的时候 要去烧戒吧 其实就是从这个代表的意义来的 我们把它放在手上面 烧三颗 那也代表说 我借由这样简单的那种烧臂 来表示呢 我真的想要好好来弘扬佛法 来学习佛法 弘扬菩萨道 那因此呢 那个出家人呢 他们在头上受戒的时候 也点三个 有人曾经问说 那是不是点越多 代表道很越高 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边也点在这边 意思可能就是类似像烧身 那我们在家人的话就是烧臂 大概是这样 详细呢 我也没有去研究说 这个出家人头上 为什么要点在头上 那跟我们在家人一样 点在手上就好了不是吗 为什么一定要点在手上 我倒是没有去研究 好 底下呢是法津兽首 法津兽首的意思 你看他也去交代了 持品来意 钱记贤礼以缘 他的钱就是前面那个神力品 如来神力品 已经把那个礼啊 已经显示清楚了 所以接下来呢 从这一品开始 显行以名入佛之鉴 所以那个佛之鉴的礼 到了如来神力品呢 已经把它显示的圆满了 所以底下这几品 用菩萨做代表 要王菩萨 妙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庙庙庙庙庙� 等等 通通都是呢 显行 也就是喻 如何来实践 受持读诵 解说法华经 的这个行 来说明如何入佛之鉴 那要王的行 要王菩萨的行 以要王名行者意味 虽物原理 然于俗地立身 你一定要有止观之药 调治之方 你本身要会懂这个止观 也要会懂交止观的药方 透过止观的药方 来帮助众生调治 调治什么 尽治无名烦恼 以破我法恶之 治就是戒助 一定要戒助止观的药 然后用止观去调治的药方 也就是说止观调治的药方 来帮助众生 治无名烦恼 破我法恶之 才是妙行 修这样的妙行 才能够正入妙国 所以这一品 就是用药王菩萨 这样子的妙行做代表 现行 所以才说现行已入 佛之之鉴 因此这一品的开始 有一个叫树王花菩萨 就问药王菩萨 云和由于娑婆世界 云和修百千万亿 那由他难行苦行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问 药王菩萨是怎么样在 娑婆世界来修苦行 游就是游化 这化导众生 在娑婆世界他如何来化导众生的 他是用苦行百千万亿难行苦行 来化导众生的 真正开始让这些二圣阿罗汉 刚刚出发心要学习大圣 学习法经的这些二圣 出色生死险道 权杖止观之利故 就在这里 你要能够在这种 武卓二世的娑婆世界 来行菩萨道 来弘扬法经 这种生死险道 要做这个事 权杖止观之利 下面要说呢 刚刚说的 他说药王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 就是这里 药王因习闻妙法华经 得献一切色生三昧 已经有这样的三昧的功夫了 破我法二职了 所以乃能以神力共佛 得受护足也 所以他不是一般人 能做这个 这个烧身烧臂的事情 所以下面他就把 烧身烧臂的表法的意思 用简单一句话代表 以身共佛表破我职 以臂共塔表破法职 二职全空 能够这样子 全因皆因法华三昧之利 显持经之功 见妙法最胜 他之所以能够做得到 完全是因为法华三昧 持受法华经的功用 可见妙法的最殊胜 故广占经功 凡有修者无不获益 那下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课本这边 他们也是在重新抄一遍 天台就是法华文句文句记里面讲的 观金云等等的 然后呢 金尺金云 一切众生喜见 顿舍一生 护梢两臂 亲身重罚 命允倒存 举席显经 所以叫做本事品 那这段呢 几乎呢 都是来自于法华文句文句记这边 所以就照抄而已 那解释过了 那药解 还有一本 法经药解 药王习为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经苦谓法 烧身燃壁 其余释迦法中 受持释金 释金就是这本 妙法莲花经 一切天人 侮辱之责 没有像他这么厉害的啦 金释其本因 使人其目 能够生起那种 仰慕的那种心态 原来受持法获经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 共尊此道 是透过这一品 让你了解 所以呢 这个叫做药王本事 是苦行流通 用苦行来流通 这个经法 所以因此一开始 就是树王花菩萨 就请问 药王菩萨的 难行苦行 窃观就是 作者本身的意思 他自己的意思说 此经已至立体 以行成德 体的话就是 这部经的根本依据 理论依据 那你要能够 得到这部经的经体 那你要有智慧 相当的智慧 所以才叫做呢 以智立体 可是你要把它实践出来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 它的功德利益 所以要以行成德 以智立体 以行成德 所以前面讲的那一个呢 智晋 智慧所观照的晋 那就是理啊 智所对的就是理 所以智晋讲的就是理 所以为了要讲那个理 讲智慧的境界 所以需要 所以需要 智晴 显解 把那个智直妄想 给它显除掉 才能够把那个 正知正见的解呢 给显出来 所以前面主要的就是在这里 智晴显解 因为讲的是智慧的境 后面行境 修行的境 欲其解中 驱行 这个是念驱 你解了之后 要护诸实践 驱呢 就是驱入 跟那个 兴趣的驱 或者是呢 驱逝的驱 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是比较少用 但也念驱 解中驱行 他说你想要呢 把你所了解的 护诸行动 护诸实行 就必须呢 向药王的烧身 二十三品 妙音菩萨的随印 二十四品 观音菩萨的普门 二十五品 妙庄严王的转邪 二十七品 你说怎么跳过去二十六 二十六是陀螺尼品 所以呢 没有单独的一个菩萨做代表 那二十七品 妙庄严王做代表 本来协之协剑 因为听文法经以后 就把这个协之剑转过来了 普协之劝发 所以这几个 就是呢 教你如何实践 弘扬法华经 就这几个菩萨做代表 药王菩萨 妙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妙庄严王 普贤菩萨 皆是十项行进 都做表演给我们看 使人忘情 觉解 把那个情直妄想 拿掉 把只有解 就是只有知见上的 观念上的解 那也要呢 拿掉 所谓的拿掉 不是就不要它 而是呢 把它付诸在行动上面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法门的功德 所以要随行误入 如果呢 你还保留那个解 你就能没有办法完全付诸实行 所以常常讲有一句话叫做 这个 行其解决 修行的行起来 这个解 要绝 为什么要行其解决呢 就是刚刚说的 你必须把所知道的 互诸在 实现在 你的真实的行动上头 你才能够从这个法门里面 得到真正的功德利益 也就是这边讲的 谁的行 你才能够误入 如果你还只是用解 用你所理解的道理 是这样是那样 你都没有互诸实行 那终究呢 都只是道理而已 你不可能真正得到的功德利益 这也是我们学教理的人 自己我们自己要小心的 常常呢 说了一大套 做了一点点 就类似这样子 故说是要往品实 所以这一品讲完之后呢 后头就有八万菩萨 得解一切语言 陀罗尼那 这个就是用苦行 成就原通的德 解一切语言 不就原通吗 然后说妙因菩萨品的时候呢 华德菩萨就得法华三昧 所以可以证明 用妙行 成实相之德 前面是原通之德 用苦行 成原通之德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妙行 成实相之德 说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 八万之重 法无等等心 则以原行 成罪上之德 然后说陀罗尼品 二十六品 则六万八千人 得无身法人 说二十七品 妙庄文言王本世品 则八万四千人 得法眼镜 以上这些都是以神力 正义 助成德行 托罗尼 托罗尼就是用神力 妙庄言王就是正知正见 从邪见转成正知正见 所以用神力 用正义 来帮助成就德行 不外乎前面讲的 这个罪上之德 实相之德 原通之德 但是那是助成 一直到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 劝发品 二十八品 横河沙树的菩萨 就得 玄陀罗尼 为成树的菩萨 据普贤道 那可见呢 那就是 那数量之多 以常行成 不得之德 那种不得之德 就是那种 不恶法门 真正的 不可思议的那种 卸脱境界 所以最后一品 那个境界是最高的 所以他只能够用这种 不得之德 没办法说的德 前面还有的说 前面还有的说 这个 圆通之德 实相之德 罪上之德 都还有的说 现在最后一品 这边所成就呢 是不得之德 那如果你能够到达这里 夫能敌词 那法华妙行 自已尽已 到最究竟了 终于走到最究竟了 故终会焉 所以为什么把菩萨 宣发品摆在最后一品 作为圆满 所以从这边呢 他这段文字就告诉你 一开始你要实践 从苦行开始 始于苦行 终于常行 将欲以行 成德 也就是说 你要用 透过修行 来成就你的功德 非精心苦智 无以身造 没有堪开始 很努力的精心苦智 等于你要修苦行 要很努力的去修 你没有这个的话 就无以身造 故必精苦而后照妙 要很努力的修 你才有可能 到达比较高的层次 所以像我们现在学的 都好像都还蛮轻松的 那个都不可能照妙 打个底 连底都没打 只是方便方便 觉得玩一玩 这些佛法名词 佛法的这些原教道理 感觉还蛮好的这样子 并不是真正的 精心苦智 所以没有精心苦智 就没有办法生造 必得要精苦 精心苦智 你才可能到达那个庙行 照庙而后能源 有庙行才能够圆满 能圆满才能够真正的 契入朴弦常行 这是教法里面一定的顺庙 所以没有不用功努力修行 竟然就可以成就的 你说有 谁 六主会人大师 那是他这一生表演给你看 你怎么知道他过去是怎么修来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趁这个机会就把上礼拜有讲到这个成圣的这个事情 这边再给他念一念 也就是说这两个字 成此一圣 第一个是动词 所以念成 驾驭的意思 后面那个是圣 是车子的意思 所以法华经文句里面呢 就有写到 金明方便品 开三显一 原音已尽 这地方 原音已尽 讲义里面这个 我删掉的就是那个注音符号 所以呢 原音已尽 安乐行品 明成圣之法 等于修行的方法是安乐行品 所以才说呢 是明成圣之法 你如何驾驭大圣法 驾驭运用这个一佛圣的法门来修行 这是安乐行品讲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做呢 成圣之法 这个安乐行品是成圣之法 然后呢 这个朔亮明 成果已尽 朔亮品 第十六品 讲的是呢 你已经根据这样子的修行方法 已经有它的结果 就成佛了 成佛了 所以叫做成果已尽 成果已尽 辞品下 又是这一个药王菩萨本事品 从这一品开始 是成圣之人 修大圣 修一佛圣的人 所以成第一个字是 修行的意思 驾驭的意思 修行的意思 第二个呢 是大圣一佛圣的意思 所以他说呢 从药王菩萨品开始 就是在修一佛圣的这些代表人物 所以十二门论里面 才会讲到 说这个大圣 大圣者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 这些大人之所成也 所以那个字也要念成 因为那是当动词 所以耀王 以苦行成圣 妙因观因 以三昧成圣 就是他用 献一切射身三昧 这两位菩萨 都是用献一切射身三昧 来运用这个一佛圣 来度化众生 陀罗尼品 第二十六品 以种词 种词就是陀罗尼 成圣 妙庄严王品 二十七品 以四愿成圣 普贤菩萨 劝发品 二十八品 以神通成圣 做此结者 于化他流通 公义辩业 做这样的解释 这一整段都是在讲如何教化众生来弘扬流通法华经 这样的意思在解释比较方便了 所以都是用成圣 而且都是用人做代表 都用菩萨做代表 既然他有引用到十二门论 墨西就想说那就把十二门论的本文 拉出来给各位做参考 原来十二门论的本文是这样子 摩合也恩者大圣 于二圣为上 比二圣更高 更厉害 所以叫做大圣 诸佛最大 试圣能智 比如说这个方法 这个叫要念圣 为什么 它是名词 这个法门 这个方法 能到诸佛的境界 因为诸佛最大 要用这个方法 能够到佛的境界 顾名为大 倒过来说 诸佛大人 成试圣顾 顾名为大 诸佛大人都用这个方法在修行 所以他才叫做大圣 又能灭除众生大苦 给大利益 遇大利益事 所以他叫做大 又观世音得大事 文书施利 弥勒菩萨等 是诸大事之所成故 这个要当所成 对 这个当动词 顾名为大 又以此圣 当名词了 能尽一切诸法 鞭底 顾名为大 所以这两个音呢 你就要仔细看 它是当动词 当名词 那你就会念了 像最后一句 此圣 就是这个大圣法门 用的是名词 能尽一切诸法 鞭底 所以他叫做大圣 所以大圣起信论 列网书 偶艺大师 对起信论的注解 也是用这个 那还值得看的话呢 他写得更清楚 比十二门论 写得更清楚 一切诸佛本所成故 这个当动词 也就是说一切诸佛 都用什么方法成佛的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方法 称佛的 本所成故 一切菩萨皆成于此 入佛地固 都用这个方法入佛地的 此更曰 能成之人 以显所成之法 这两个字都是当动词 能成的人 所成的法 那个人跟法才是名词 所以故曰 远大圣者 文书普贤等 一切大人之所成也 然后可是呢 一切众生心 莫不具体相用三大 即此三大 便名为圣 大圣的圣 也就是说 大圣的圣 就是具足体相用三大 那个体相用三大 我们众生心里面 都本来具足 而久戒众生 不能尽此心大圣之用 虽然有 但是不能够 好好的把它发挥出来 它的作用 反而呢 用这个心 汪作坏驴 洋车 路车 水牛车 诸圣 所以呢 这个圣就当车 这种不好的 驴车 羊车 路车 水牛车 唯一切诸佛 已成此大圣 道就尽地 一切菩萨 皆成此大圣 乃入佛地 但是呢 在讲大圣请信论的时候 就曰 众生心 已显大圣 也 所以 这样一来 你作为这一个大圣的圣 或者是呢 这个臣此大圣 的动词的臣 基本上 为什么要用这个 这些不同的说法 原因就比较了解了 好了 那基本上呢 我们把这一品的大义呢 都交代完 那讲义的那个观 药王药上 二菩萨经 还有守能言经 这都我们上礼拜就看过了 都看过了 所以呢 直接我们就来念经文 请看六百八十九页的经文 六八九页的第三行 二十 树王花菩萨 伯佛言 世尊 药王菩萨 云河由于说佛世界 世尊 是药王菩萨 有若干百千万亿 那由他难行苦行 善哉 世尊 愿少解说 诸天 龙神 夜叉 前他婆 阿修罗 加罗罗 锦那罗 摩侯罗且 人非人等 有他国土诸来菩萨 即此身文重 文皆欢喜 这是第一段 那你看第一行 六八九页第一行的科判 他的这一品 药王品 续弘法之师 续就是鼓励勉励 弘法 法华经的法师 用药王菩萨 做代表来鼓励我们 这样子 那分成四段 第一段呢 是要树王花菩萨 问问题 初问 第二段呢 就是佛回答树王花的问题 第三段 丁三 利益 很后面的 你看 七百零三页 所以 中间都是佛的回答 那丁三的话呢 利益 在七百零三页 说是药王菩萨本事 品实 八万四千菩萨 得解一切众生 语言 妥隆尼 丁四呢 就多把佛呢 在他的佛塔里面 也给他赞叹 赞叹谁呢 赞叹 输王花菩萨 赞叹 赞叹 你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 你竟然能够问释迦牟尼佛这件事情 你这一问的话 利益无量一切众生 所以 最重要的中间的那个丁二佛的回答 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是第一段 树王花菩萨 代替大众呢 问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树王花菩萨 请你看到十二月十三号的讲义 第四页 法华金授手呢 稍微交代了一下树王花菩萨 这个菩萨的名号的意思 首先他讲了 理济元而行必章 一定要去彰显那个 如何根据那个理来修行的行门 所以才会有树王花出来 请问释迦牟尼佛 如何修这样的妙行 那子子云 这个子子就是另外一个法华金的注解 他把树王花三个字拆开解释 树是如如理是真谛 花是如如智 是俗地 王就把这个理 理跟智 理智 圆荣 户荣 是中道 一个真谛 一个俗地 理是真谛 智是俗地 然后呢 这个王代表理智户荣的中道 以三地一心 为理智无碍之妙行 与本机两门会众 也就是说还是没有离开 听台中讲的一心三观 观一进三地 你能够这样子修 一心三观观一进三地 就是理是无碍的妙行 所以为什么用树王花菩萨代表来问 也就是说树王花菩萨的名号 里面就代表了这种一心三观观一进三地的那种理书外的妙行 所以给 欲就是给予的意思 给本机两门会众 来发起 要往本事 以起大行的关键 就是代替大家问 包括了本机两门的会众 来发起这个要往本事 让大家了解如何修大行的关键 故如此问也 那知云云当机亦未 也就是说那树王花的意思 问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婆是五着二事 人所未淡 而要往特于此品 独发愿由于此徒者 这个就在498页 也就是第十三品 各位翻一下493页 493页的最后的三行 这个就是第十三品 慈品一开始你看 耳时要往菩萨摩河沙 极大要说菩萨摩沙 与二万菩萨眷属 借于佛前做事事远 我愿是尊不以为律 我等于佛灭后 当奉辞读诵 说此经典 后二事众生 善根转少 多增上慢 贪力供养 真不善根 远离解脱 虽难可教化 我等当起大忍利 读诵此经 词说书写 种种供养 不惜生命 所以讲的就是 在这个世间 娑婆世间 而且是二事 就是五着二事 他就发愿了 特别是在娑婆世界 要来弘扬法经 所以你看相对的 我就连带看到499这边 其他的五百阿罗汉得寿记的 还有这学五学八千人得寿记的 他们看到人家菩萨出来发这个愿 不好意思不出来 也说我要荒洋法经 但是改了一个地方 你看 于义国土 我等也至四愿 我自己发愿 我不要再受不至界 我在其他国土来广说此经 那有学五学八千人得寿记的 也说我等于当于他国土广说此经 为什么把理由还讲白了 娑婆世界太可怕了 娑婆国中人多必恶 怀憎善慢 功德浅薄 称酌惨取 心不时顾 面对这样的众生我没法度 我那是来去白的地方 所以药王菩萨比较有慈悲心 比较勇敢 所以为什么树王花菩萨 这边讲义就讲了 这个知音 知音就说了 你看 这个树王花就知道 娑婆世界是五卓二世 一般人都害怕在这个世界 弘扬法阿金 独独药王在慈三品 慈品那边 发愿由于持徒者 所以 树王花菩萨就代替大家问 到底这个药王菩萨有什么本事 他敢这样发愿 好 这就是药王菩萨替大家问的 那么妙乐就是法阿文具记 所以课本写的就是法阿文具记的 里面问到通问游者 那通问的话呢 这菩萨油画十方世界 油壁具足十法身各种身份 十法界身份都可以 哪一种身份适合来度化众生 他就视线哪一种身份 这很像妙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所以如果你要问游化世间 应该就是实法界身都可以啊 像观音菩萨 妙音菩萨这样啊 为什么要树王花菩萨 问药王菩萨的时候单独问苦行 所以但别与度所遇故请达之言 意在苦行 特别针对的是说婆世界 你要弘扬法华经 得要一开始像妙王菩萨这样 用苦行来感化众生 所以请达之言 意在苦行 所以这个知音写的呢 直接了当 打到重点 那请你看课本 课本这边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直接 这个六八九的这个第七行 注解开始 出世尊下 第一句 世尊妙王菩萨 云河由于说婆世界 这一句是通问游化 第二句世尊 也就是接下来 世尊是妙王菩萨 有若干百千万一 那由他难行苦行 这是第二句的世尊 别问苦行 不是叫你不要问苦行 不是别不要问 是通跟别对的 前面是通问 这边是别问 通问就是概括性的问 所以知音才会说 概括性的讲 问说菩萨如何游化世间 就是用死法戒身嘛 但是呢 苏王花特别问 要玩菩萨的苦行 所以这样就是特别问 特别去问这个苦行 否则你就问说 要玩菩萨 云河由于说婆世界就好了 就像后面问 观世音菩萨 云河由于说婆世界 他就是这样问你 没有特别讲 要苦行 难道观音菩萨 不实现苦行 也会有 那下面第三段 善哉 善哉世尊 这个不是佛马上回答 是连树王花菩萨 都赞叹 不是赞叹世尊 是说呢 如果世尊能够为我们解说 要玩菩萨的苦行 善哉善哉 那是很好的 所以善哉世尊 愿少解说 请佛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回答 那是很好很好 善哉善哉 是这样 所以他注解里面才会讲 善哉下请答也 请佛回答我的问题 你如果能够回答 那这件事情太好了 善哉善哉 好 那么下面就解释了 油化是利他 苦行是自利 但这个 要玩菩萨在这方面的话 油化也是苦行 他用苦行来教化众生 所以说利他 他也是用苦行 来油化利他 所以苦行也是利他 本来苦行是自己修 但是他是用苦行来利他油化 你可以这样看 所以以下妙音等文 也就是说 后面的妙音菩萨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呢 不管不一样的行文 总不出都是自他恶利 菩萨行不外乎就是自他恶利 然后呢 自行 总不外乎呢 就是自断胡慧 利他 不外乎呢 不外乎呢 就是三昧神通 那三昧你可以简单写 旁边写定 三昧是定 神通是慧 所以不外乎是定跟慧 这是利他 可是如果自行的话呢 自断胡慧 那是要稍微多了解一点 在字面上呢 老同修应该都看得懂 因此呢 这边讲义 请看到12月13号讲义 只是补充说明 所谓的自断呢 是自得跟断德 自得的话呢 是指造了真理 你能够造见真理 那才叫做自得 就是菩提 用菩提跟涅槃相对 自得是菩提 断德是涅槃 那涅槃为什么是断德呢 断尽烦恼 所以自得菩提是 有那种觉悟的智慧 造见那个真理 那断德涅槃是断尽烦恼 那谭伦大师的往生论注 往生论注 谭伦大师写的 论智则义无不达 讲自得 那就是呢 所有的道理 佛法的道理 没有不同达的 语断 讲到断 断德 那就是不但是烦恼没有 习气也没有 习气无语 你必须具足这样的自得断德 才能够利益世间 后面这一句呢 我们就要自己反省反省 我们有没有自得断德 如果自得断德不具足 想要帮助世间 大概也帮不动 人家也不愿意让你帮 这时候只能靠什么 靠福德 所以呢 你有福德 没有自断恶德 人家还愿意接受你的布施 所以下面就讲福慧 但是只有福德布施众生 毕竟不够啊 所以为什么说要有福也有慧 福德智慧两种庄严 那怎么解释福德智慧两方面呢 福呢是六度里面的前面五度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智慧的话就是呢 第六度 般若度 所以他这个地方你看 福德前五度属立他 慧者智慧 观念真理属自立 所以把福慧也配合自立立他来解释 慧智慧属自立 福德属立他 最后佛光大词典里面 引用华言五教章的这一段 他说呢 此宗教中 小使中顿元 就是还没有原教那么圆满 但是已经是大圣讲到极处的宗教 论其实行 讲菩萨的真实的修行 从初发心开始就要胡慧双修 故成佛时无别修也 一直到成佛都是要胡慧双修 所以我们也可以掌握这个 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智慧跟慈悲 有慈悲才能够培养福德 如果不用六度去解释 不用六度去解释这个福德跟智慧 刚刚那个都是用六度去解释 那如果简单一点就是悲智双运 悲有慈悲就能够培养福德 智就是智慧 所以他这边写 所以他这边写 胡慧双修 有的时候会讲悲智双运 都是我们修菩萨道的两大纲领 好 所以再回到课本 自行总不出自断胡慧 利他总不出三昧神通 那么通问游者 游必具足始法界身 并如妙音观音 他们始法界的身份都可以 也可以实现佛身 也可以实现三恶道身 司法界身都可以现 只要能够有利益到众生的地方 但别举苦行以窦所遗 但特别问要王菩萨的就是 若干百千万亿 那由他难行苦行 为什么叫做以窦所遗 窦就是配合 能够搭配要利益的众生 要利益的什么众生 就是我们前头一直看 那个一品大义里面讲的 因为你才开始要实行 你就一定要经苦 精心苦治 你要很精进 要修种种的苦行 才能够真正让人家值得学习 所以请达之言 意在苦行 所以苏王花菩萨这样问 意在苦行 当然佛回答他 也要用药王菩萨的苦行来做回答 是这个意思 否则药王菩萨难道修来修去都只会烧身烧臂吗 他怎么没有用到那个嫩眼睛里面讲 他都是用药做医生 用药来帮助众生 药王菩萨难道不会这一招吗 他只会一直都在那边烧身烧臂吗 所以才会说一刚开始用这个做代表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看导属帝皇的课判 这一个丁二的回答分二 误出淡达苦行 那油画的话呢 指普献色身三昧 或者是呢 指下二品 就是第24品 妙音菩萨品 25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所以这一品回答 只用苦行来回答 所以呢 这是别问 别问苦行 所以别答 只有达苦行 如果你通问 那油画 那就是要用普献色身三昧 那第二段呢 是探经 证探这一本经 那这个误二的话呢 也是比较厚 在697 697页第三行 所以从697页这边呢 就是赞叹这个法华经的功德了 首先是先回答 然后呢 再来就是赞叹法华经的功德 因为 因为药王菩萨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之所以能够烧身烧毙 就是因为他受持法华经 所得到的功德 才能够做到这样这样的事情 好 回到689页 那么我们就把经文念一遍 尔时佛告诉王花菩萨 乃往过去无量恒河沙节 有佛号日月静明德 如来应供正片师明行主 善事世间节 无上事条约丈夫天人师佛 世尊 其佛有八十亿大菩萨摩河沙 七十二恒河沙大声闻众 佛寿四万两千节 菩萨受命一等 彼国无有女人地狱恶鬼畜生 阿修罗等 己以诛难 也都没有 他这个己以诛难 就是从那个彼国无有下面贯穿下来 没有女人 没有地狱恶鬼畜生 阿修罗也没有诛难 接下来地贫如掌 流离所成 宝树庄严 宝藏护上 垂宝花翻 宝瓶香炉 周遍国界 七宝为台 一树一台 其树去台 近一见道 此珠宝树皆有菩萨生闻而坐旗下 珠宝台上 各有百亿珠天 坐天祭月 歌探与佛 以为供养 所以把这个时代背景 环境背景先做交代 这个时间的背景就是 那时候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 日月既明得如来 那这尊佛 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 八十亿大菩萨摩赫沙的地址 有七十二恒河沙的大僧文重的地址 寿命也很长 四万两千节 菩萨的寿命跟佛一样 然后那个世界里面没有四二道 地狱二鬼出生阿修罗 那也没有女众 你说那没有女众 那也没有男众 也一定没有男众 无信 但是经文很强调都是说没有女人 我就内心在想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以前古代人认为女人夜暴重 是不好的果报 所以净土里面都没有女人 没有女人就一定没有男人 因为男跟女是相对的 所以他们不写 单独写没有女人 而且注决里面讲 女人是恶业的根源 什么是造恶业什么 都把女众讲得很不堪 像这样的注决我都把它省略 在现在来说 在现在社会 你如果要讲佛经 还特别这样强调的话 人家一定会说 你们佛教有性别歧视 所以宁可不讲 那墨学特别还习惯了 就是说没有女人一定没有男人 就像天界 天人到了色界天 就没有男女的差别相 色界天就没有了 净土当中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男女相的差别 但是经文就单独是写没有女人 这样子 下面是依报环境 地平如长 琉璃 宝树 宝藏 宝藏 宝藩 宝藩 宝瓶 香炉 整个国界都是这些宝 然后七宝为台 然后一棵树旁边就一个宝台 然后再来是一棵树再一个宝台 一棵树跟一个宝台之间 有一定的距离分开一棵树 一棵树就是要外方 一棵树 小孩子射箭只能短短的 一般是大人 或者是一般的 恐无有力的人射的 这样是外方 经文看不出来 反正就是一棵树 不是很窄 不是很挤 也是很宽的 一棵树相当的宽 然后这些宝树下面 都有菩萨声纹坐在下面 那宝台上面有百亿诸天 坐天祭月 歌探于佛 所以宝台上面好像类似像舞台 是给这些天人供养的 那菩萨声纹是坐在树下 是这样 好 那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第一个参考讲义是补充前面 那段经文的最后 文皆欢喜 什么意思呢 苏王花菩萨问了这个问题 苏王花菩萨说 如果佛能够解释了一下 诸天龙神夜叉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还有他国土来的菩萨 还有我们本地的这些僧文众 听到要王菩萨的本事 又都会欢喜 他的经文的意思是这样 注解没有强调这一点 但是法阿金大臣呢 有把这个事情呢 稍微做了交代 所以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法阿金大臣说 菩萨苦行多端 愿于多宗少分说一二四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王菩萨过去常常修苦行 请佛呢 简单的说一个重要的 让我们了解了解 那下面就有天龙八部 那这个地方法阿金大臣写的 八部得玄祭是什么意思 前面经文如果你还记得 释迦牟尼佛说 只要呢 听过看过法阿金 你生一念水洗的 我都帮你受祭 你都将来可以成佛 所以包括天龙八部 听过看过法阿金的 都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受祭了 这样叫做玄祭 那他方菩萨来到 苏博世界听法阿金的 也都发愿红金 只是释迦牟尼佛说 不用我们苏博世界 有自己的菩萨 从地涌出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他土愿红金 那更往前面 这个基门那边 这些大阿罗汉声闻 得到佛的受祭 发起愿药 都发起药弘扬法阿金的愿了 所以听到苏王花菩萨 请问这个释迦牟尼佛 讲解一下幼皇菩萨的本事 大家都很欢喜 也就是说 终于有一个代表人物 在苏博世界要弘扬法阿金 要怎么样来实践 有没有一个典范 让我们学习 所以这个就是听到会欢喜的道理 在这里 可是呢 这个大臣讲到一个重点 不讲从地涌出菩萨 经文里面没讲到这些从地涌出菩萨 听了欢喜 为什么 这边把我们点出来了 本能所化 本来就知道 知之不言 说这个我清楚 要怎么样在苏博世界弘扬法阿金 这个我很知道 药王菩萨的这些事迹 我们也都本来就知道 所以叫做本能所化 知之不言 那观音文书 影响大化 不在此利 这个不是他们需要去了解的 这个早就他们远远超过药王菩萨 跟我们这些出发心学习的人 那分身重来者 十方世界 回到苏博世界集合的 在树下的这些诸佛 已经被释迦牟尼佛说 事情已经完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所以跟着这些分身佛来的菩萨 也都各还本土了 所以苏王花问问题的时候 这些十方分身佛 跟着佛来的菩萨 都回去了不再了 所以为什么经文只有天龙八部 还有他国土来的菩萨 还有此地的僧文众 才列举这些人文皆欢喜 所以就发现说 法阿金大臣他很仔细的看经文 我们在看经文 反正就是代表说 他问问这里 大家听了都很欢喜 终于佛要讲故事了 大概就这样而已 哪里注意到连这个经文里面列举的这些人物 都有很大的关系 而这个是文具文具记里面都没有提到的 那意在苦行 法阿金授所提到了 据当今请辞 苏王花菩萨问里面就说 要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 那由他难行苦行 就知道要王曾经有很多苦行 所以必难据说 一定没办法讲完的 太多了 今请世尊 于难说中 说其少分 说个重点 说个精彩的 使此方他方一切会众 闻而欢喜 必仿风行之 一定会效法 苏王菩萨的苦行 这样学着来做 学着这样做干什么 以词词经 来受持法华经 所以苏王菩萨是一个模范生 教我们如何受持 弘扬法华经的模范 就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个是先交代了一下 然后讲义里面 接着写大菩萨大声文 什么意思 你去看那个最后一行 六八九月最后一行 日月尽名得如来佛 日月尽名得佛 有八十亿大菩萨摩和萨 七十二横和萨大声文重 除了数字很大 八十亿 七十二横和萨 大菩萨 你就菩萨摩和萨 摩和萨就是大菩萨 干嘛用个大菩萨摩和萨 那声文就声文 干嘛要大声文 很特别 可见这尊如来交出来的 有菩萨有声文 但是呢 是大菩萨是大声文 早半天 法华经的注解 没有一个注解 有注解到这里的 那我说那其他的经 难道没有注解 大菩萨大声文的吗 终于让我找到 唯摩结经 说无垢称经书 忘记了 可惜的是 我忘记把作者给 把它标示出来 说无垢称经是玄壮大师所翻译的 唯摩结经 所以对于这本经的注解 里面就注解到这个大 有五意 不管是大菩萨大声文 你都可以套用这五个意思 第一名称大 大名称 一提到他的名字 没有人不知道的 大众大人所知是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提出来 没有信佛的也听过 所以这个就是大名称 名称大 第二位次大 就是菩萨里面 他位次都是最高的 登地菩萨 十地菩萨 如果是声文里面 也是位次最高的 大阿罗汉 皆助圣果 那不是凡位 不是凡夫位 菩萨有凡夫的 不是 这个都是大菩萨 不是凡夫菩萨 第三功德大 或诸漏尽 或者是自得断德 诸漏尽就是像阿罗汉 所有烦恼都断尽 大菩萨的话 就是已经证得自得断德了 这种功德很大的 才能够叫做大菩萨大声文 第四个修行大 那这个只能够说是菩萨 可是大声文你也可以说 他以前是声文 后来回小向大 他也是求大菩提修广业故 广业就是广大的事业 成佛度众生的事业 都是就这种大修行的 第五个屠众大 他底下有很多学生 这一点就没什么好解释的 一看就懂 有很多学生 所以要具足这五个意识 那就只有大菩萨 大声文 再来最后一句 也就是说呢 六八九页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句 佛寿四万两千节 菩萨寿命一等 怎么有菩萨的寿命 跟佛平等 通常多么讲 佛寿八万节 菩萨寿命四万节 总是要对半打折 这个世界不是 菩萨的寿命跟佛一样 这也很特别 这种现象也很特别 在其他的佛国土 很少见到的 以前都没特别注意 大部分一看过去就知道 菩萨寿命都比较短 佛的寿命就是比较长的 所以特别去看到 法经寿所的注解 里面写到 他说 这一段讲大小圣的法属 有大菩萨多少 有大声文重多少 可是呢 寿等如来 只有讲菩萨 没有讲大声文 是菩萨的寿命跟佛一样 所以可见 他前面的大菩萨摩扩 那不是一般的 登地菩萨而已 要什么 要等觉 补促 一生补促 不是吧 要之皆是 补促为人 所以可以具足像 日月静明得佛的功德一样 其实日月静明之得 那也具足了 所以可以受同佛等 跟受命等同佛 佛一经寿所 就也注意到这句话了 其实是因为我看佛一经寿所才注意到这句经文的 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就这样读过去了 刚好摆在那个跨页 通常都不会很注意他 就读过去就算了 佛一经寿所把这一个点出来 这样的话就更加解释前面的大菩萨摩扩扩 的大菩萨是一生补促为 然后接着690的第一行 说没有女人没有四恶去 你说哪有四恶去 就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 这四个就叫做四恶道 四恶去 所以做阿修罗也算恶道 众生已造作恶业而受生的苦难世界 你会就这个叫四恶去 法阿经第三卷受祭品 第六品 就说到大家设于当来是成佛的国土中 就无事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 请你翻364页 真的呢 前面我们读过忘记了 你看364页中间那个 佛为大家瞻言尊者受祭 将来尊者的佛号叫做 言福那提金光如来 然后呢 下面 祈土平正 玻璃为地 宝树庄严等等的 见者欢喜 无四恶道 还特别写出来 四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 然后六道里面没有四道 只有天人 两道 二善道 其他四个叫做二道 善道两个 只有天人二道 诸生文众诸菩萨 无量万亿 庄严其国 这个世界也很特别 只有天人二道 然后生文菩萨 所以回到参考讲义这边 这边就写到 很清楚的四恶道 在经文就写这么清楚 另外呢 随相论 解脱道论 也都说 有讲到这样的 叫做四恶道 所以阿修罗道 不好 有时候被人家编入 在恶道里面 那阿修罗道怎么成就的 嫉妒 我慢 也就是说他很肯修缮 他也努力在修行修缮 但是呢 很容易嫉妒 很容易生气 见不得别人比他好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小心了 好 那么这个日月 敬明得佛的衣报环境 地平如掌 这一段 我们就看一下参考讲义的第二 这个还是在第一页 第一页地平如掌 法经授手 他说这个就在讲 这个国土的衣报庄严 你看 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了 女人为污染之源 佛敬明 敬明 那么就应该这个国土没有女人 那山徒是鱼痴互惠 鱼痴盖住 佛既然叫做日月静 有日有月就也代表智慧光明 所以就没有鱼痴 所以就没有山徒苦处 修罗是以称毒为因 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嫉妒 好胜 好胜心 嫉妒心 称毒 佛既明 静德 都是清静的德 所以就没有修罗 也没有诛难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这么好 再来地以流离而平如掌者 那就是佛的名号 静德有关 是清静的功德所成就的 所以都是地平如掌 而且很透明 那接下来表法的意思就来了 除了地平如掌是流离的话 还有宝树庄严 宝树代表智行 那有宝台代表礼观 有宝藏代表有慈悲 有宝番 宝花番代表四红四院 红变就是四种变财 四红四院 然后贫如周片 宝贫香如周片 代表重德必俱 完全俱足 所以整个世界通通有这些宝贫香如 代表功德圆满 完全俱足 那再来一树一台 一树一台 你看课面写的一树一台 树台间隔 代表前面的树是智慧 台代表那个理 所以理智互相庄严 不是只有理有智 智是能观 理是所观 能观所观 互为庄严 代表这个意思 所以都把那个表法的意思 用到我们的修行里面来了 然后呢 树下做菩萨声闻 宝台上面做歌迹战乐 都在说明呢 如来的妙德 依报跟正报 互相圆融 等于依报的宝树 下面有正报的这些菩萨声闻 然后呢 依报的宝台 上面有天人在那边 做歌舞祭乐 来供养佛菩萨 所以依报正报 这样互相庄严 所以整体来说 都是从日月晋明德 这个佛的名号来所建立的 所以这个是把经文 事项上的经文 用表法上面来做解释 算是呢 有注解了 否则你看课本都没有注解 想说呢 这经文这么简单 应该不用注解 可是呢 这个下面 这个授手问了一个问题 那是他有看前后文 我们没有看后面的文 就问不出来 他这边呢 说呢 天台问 比如说注解里面呢 也讲出这个问题 他说你这里写 没有阿修罗 为什么下面讲 阿修罗等见其无弊 就是695页 你看695页的第七行 那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要玩菩萨的本来 本来叫做一切众生喜 他烧生已完之后 后来又再烧臂 两只手臂烧掉 所以你看那个695中边讲 耳食诸菩萨天人阿修罗等 有阿修罗 见其无弊 忧恼悲哀 耳作誓言 哇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的导师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是我们的老师 是教化我们的人 他烧臂 没有两只手臂没有了 六根不具足 身不具足 怎么这样呢 我们的老师 怎么是没有手臂的老师呢 所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大家知道大家的忧心 马上在大众前面呢 就立下誓愿 我舍两臂 目的呢 将来一定可以感得圆满的佛身 必得佛金色之身 如果我所做的真实不须 我所发的愿真实不须 让我两臂马上恢复 有神通当然马可以恢复 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了 他为了证明他的诚心 他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真实的因 可以感真实的果 所以完全都是真实的因 真实的果在表现 所以马上呢 两只手臂就恢复 你看 犹师菩萨 福德智慧 唇厚守智 所以 讲义里面问问题的就是这个 你这边写到天然阿修罗 看到他无弊 不是有阿修罗 你前面690页这边讲 这个日月寄明得佛的世界里面 没有阿修罗 两个是不是有冲突 所以 这个回答 国中无时报修罗 没有在里面真正的阿修罗 全线 荣或荣义有之 全巧四线的 菩萨全巧四线的 这样素材你说都不可以 所以我补充了一句话 或许这样回答 人家比较不会有疑问 有些阿修罗有神通 有些阿修罗可以跟着菩萨 来来去去 也可以是从他方来到 日月寄明得佛来听法的 来修行的 可从他方来此会中 但是经文没有写 所以我补了一句 未可知也 或许可以是这样 所以 695页那边才会说 天然阿修罗看到一些众生喜见菩萨 没有手臂 不是那个世界里面 自己的业力感得的果报 不是 是他方世界来的 你说他怎么来 就跟着菩萨来 常常有法会 很多大菩萨旁边会有这些地址 跟着菩萨来的也可以 或者是有一些有神通的阿修罗也可以飞来飞去 飞到这里来听法 好 这是 依报环境的讲法 里面刚刚说一箭道 一个树跟一个台 中间的距离是一箭道 那到底一箭道是多宽 所以请参考讲义 第一页最后四行 根据翻译名义集里面 也就是这边一箭道 家祥书 法阿金义书 吉障大师对法阿金的注解里面写道 二里 或者是说你取箭夺 一百五十步 夺是箭靶 射箭的靶 也就是从你看你这边射箭 然后箭靶的距离 大概一百五十步 或者是有一百三十步或一百二十步的 看最远就是一百五十步 但是家祥吉障大师说 这样大概是二里 可是有一个法师 西副法师 在法华悬战要集里面 他解释 相去一箭道 如射夺远近 一百二十步 即六百尺来 此为正 他认为家祥大师讲的二里 应该不对 你说那到底怎么个不对 二里啊 太远了 六百尺比较合乎 怎么说 我特别去算了一下 二里相当于一公里 那个剑靶放在一公里外 你怎么射得到啦 不可能啦 太远了啦 这古代呢 是以三百步为一里 有三百六十步为一里的 所以 所以呢 三百步 这个 不是后来 家祥书讲的一百五十步 是三百步 所以呢 后来也有三百六十步为一里的 现在他说不是 以一百五十步 一百五十障为一里 就没有那么长 所以呢 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度量痕 四里就是四里的简称 两四里相当于一公里 所以你看 家祥书讲两里 一公里 那么远 可是呢 如果这个西腹里面讲说 应该是六百尺 六百尺 一尺呢 相当于 这一个 零点 零零零零三公里 所以一尘 零点 一八公里 就是一百八十公尺 这合理啊 射箭 这个箭把放在一百八十公尺 远的地方 这比较合理 所以这个西腹 西腹法师里面写的 说呢 应该是要这样写 比较对 差不多呢 就是呢 六百尺来 六百尺大约的距离 也就是我们如果说不要 算得刚刚好 六百尺 一百八十公尺 两百公尺 射箭 我不知道说世界比赛 射箭比赛 那个箭把 是多少 或许要去查一下 就可以查得到 不过我在想 一百八十公尺 两百公尺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说不定还没有那么远呢 两里 一公尺 那是什么人 射得到 只有释迦摩尼佛 才可能射得到 好 回来 六百九十页 第五行 科判 开始要讲本事了 要玩菩萨的本事 那就是呢 下面讲的 耳时比佛 为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及众菩萨 诸生文众 说法华经 所以一开头就说 日月尽名得佛 为这一些菩萨 跟生文众 尤其是为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讲法华经 诸解里面很简单 就如同释迦摩尼佛 现在对着射离佛 讲法华经 续品里面 续品里面 第一品 日月登明佛 对着妙光菩萨 讲法华经 当机众 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也是当时候 日月尽名得佛 法华经 这一会的当机众 所以他听了之后 当然就要受词 弘扬 流通法华经 所以下面呢 就开始呢 把他听闻到 法华经的功德 要把他实践出来 是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要习苦行 于日月尽名得佛法中 精进金行 一心求佛 满万二千岁已 得献一切 色胜三昧 听了法华经之后 依据法华经 这样下去 修苦行 精进的修行 精进金行 你看看 用金行的 一心求佛 修多久 修一万两千岁 你说好久 不会啦 比起他们的寿命 有四万两千节 一万两千岁 好像也没有多久 用比例来说 应该也没有修很久 用生命的长度比例 没有修很久 对于这个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请参考讲义第二页 法华经授手 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尊菩萨的名字 为什么叫做 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他说这个是 要往菩萨 枉劫 受此 妙法 熏心 听闻的 法华经之后 妙法 莲华经之后 这经法 熏心 所以呢 导致可以 得润 其身 所以能够 为一切众生 所喜见 所以说 此今则 其身 亲衙 令人 要闻 此今则 其相 端言 令人 要见 古佛 为大会 古佛就指日月 金明得佛 为大会 说法 而今 来喜见 为之 当机也 后面这句话 刚刚说过 就当机众 前面有解释 为什么叫 一切众生 喜见 因为 用这个法门 来修行 用这个法门 来说法 所以 其相 端言 众生 喜欢 然后呢 他说 这本经 其身 亲衙 令人 要闻 所以 大家都喜欢 再来解释 献一切 色身 三昧 请你 先翻 后面的 七百 一十四页 七一四页 在 要王菩萨 本 四品 里面 刚刚 那一品 说呢 他修行 一万两千岁 就得 现一切 色身三昧 你看 七百 一十四页 妙音菩萨品 华德 菩萨 也是 问佛 妙音菩萨 他到底是 祝何三昧 能够如此的 自在的变现 来度脱众生 释迦牟尼佛 就回答 华德菩萨 说 妙音菩萨呢 他所得到的三昧 也叫做 现一切 色身三昧 妙音菩萨 注释三昧中 所以妙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都是用 现一切 色身三昧 包括 药王菩萨 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 也是 现一切 色身三昧 数词法画经 怎么可以得到 现一切 色身三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 现一切 色身三昧 那不简单 请 看到参考讲义 第二页 今天的 时间快到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特别针对 那个经文 满一万两千岁 这个一万两千 跟那个 根层十二处有关系 那现一切 色身三昧 有三个意思 内现 外现 内外现 这样才叫做 现一切色身三昧 那刚好跟那个 手嫩眼睛里面的 也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不管你修 所以不管你修法画三昧 或者是修 手嫩眼三昧 一定可以互通到 现一切色身三昧 所以这个呢 因为今天时间到了 对于这个 现一切色身三昧呢 我们就下礼拜 再来继续了 好 今天到这里 请各位和掌盔相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通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